重新回到了一个低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在行情运营的时候 到底该如何去分析 我们会和大家去讲解到这部分内容 今天继续讲解内容 我的大学外卫交易的由入门到精通 今天为大家带来讲解的 郭凯开文库 口吹你精通教育圈的院长和创始人 CCTV证券财经频道的特约分析师 我就不去做过多的介绍了 还是从我们今天的行情开始 我们先一边看交易的内参 一边和大家去探讨行情 那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元挑战93 一个特别重要的支柱互换的位置 寻求损益比好 还是更好的交易机会 突破还是认损 那在交易当中 我们会发觉在今天的时候 各个货币开始走出了一些变盘的行情 包括我们看到 压币已经从底部开始向上运行了 澳钮这两个货币也是走得很有意思 澳币对纽币现在目前的价格在1.1的这个位置 我们之前就做过探讨 要在1.1的位置上去布局澳币对纽币的交易的空单 但是现在看来似乎澳钮这个行情呢 仍然在一个延续的过程当中 如何去切入市场 还是值得大家去探讨的 我们也来看一下切到行情当中 和大家一起去来探讨一下各自的行情的走势 先来看一下欧元的状况 那欧元对美元 那在昨天的时候欧元是相对偏弱的 1.19的这个关卡价位 在之前的破位位置现在又重新降落下来 我们在之前说过欧元上方的重要阻力位置 这个阻力位置是在1.2到1.2150之间 我想一直在参加我们课程的地主这个区间 之前的支撑位1.2150 以及后边的一个破位的位置1.2的位置 那行情在这个区域当中形成了反转的状况 将来的走势呢 有些不太特别的确定 周二的时候站上到千二的关卡 千点关卡后开始下跌 那么日内不乏高空的机会 警惕欧洲区的失业率 以及八月份的CPI数据 我觉得看一下行情怎么走 回到我们的交易当中 这是欧元目前的状况 30分钟上欧元的目前又有些回调和挺身 又走的相对来说又走出了一些反弹环境 我觉得个人觉得欧元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当中会看到 欧元对美元已经呈现出一个 行政交易上的一个死差 那目前我们看到欧元对美元这个货币对 它所在的位置1.19 周书轴线的汇聚位置 周成本线的位置 日成本线的位置 几个大位置都汇聚在1.2 1.19的这个位置 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是欧元的高位 我不排除在中间的去做一些空的一些动作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市场当中变数也很多 就像是我们在本周周初和大家去探讨的 本周有几个重要的事件 第一个我们知道美国的非农数据 第二个9月7号欧洲央行的议息决议 这两个会议这两个事件会非常大的决定 随后欧元的走势 但是单就技术 单纯就技术面上而言 我觉得这个位置 它的就单纯从技术面上 平和形态 是一个偏空的形态 包括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当中 美元对日币 英镑对美元 美元对加币形成的美元整体 还是走得比较强的 所以在这个强势当中 我觉得欧元可能也会继续的呈现出一个下行的走势 我觉得在从今天开始 各个货币的那些关键的位置 可能会被定调的确定下来 可能会被确定下来 这是我对欧元的整体的看法 那直判货币当中再来看一下英镑的图形 英镑也是一个从高位坠落的一个行情 高位坠落的行情 那目前英镑还没有形成一个死差的状况 就还没有形成一个 一个穿越 欧元已经形成穿越了 欧元在这已经形成穿越状况了 英镑还没有形成这种穿越状况 但是英镑已经从高位 马上下边会测试它的 轴输轴线所在的位置 我觉得随后几天 从今天开始 今天31号星期四 明天会有非农数据公布 9月1号会有非农数据公布 所以在从今天开始到明天 非农数据市场出现新的推动力 为止这一段时间上 我觉得把握住一点 就是美元走势是比较强的 把握住一个强美元的一个思路 去做空这些非美货币 中间比较理想的 我觉得空英镑是比较好的 在一贯上面我们说 欧元和英镑相互比较而言 我觉得英镑的弱度可能会更加强一些 今天不排除有些投资人可以在 如果有做中长线 可以做一些破空的行情 破空的行情 运行到经验之下 周输周线破位的时候 1.28我们读一下这个读书 1.2875 行情再往下跑这么15点 1.2870的这些位置上 就可以去高位去空这个 空这个后面 然后很多朋友看到了 身后的背景 就是远见财讯的 这个录制地方 后边就是这个录制的地方 所以我刚才录了两期的节目 明天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半小时的一个现场的录制 节目录制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 4小时图级别上 我们最近对英镑的看法始终是 那之前在底部的1.277的这个位置上反弹上来 反弹上来又经过了两次测试 1.28 我觉得还是高空的行情 就是英镑在这些货币里面走的算是最弱的 我们之前也持有了英镑的空单 1.2960 1.2970的空单 如果再破的话 我会继续的去追加它的 追加它的空单 英镑的空单目前现在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空单 大约放到70左右了 因为这个 7273 止损价我们 有些同学就是守得比较紧的话 守4小时图上的一根K线 或者两根K线也好 守碎形的点是1.2937 1.29 那这样的话 入场的位置大约在70 止损的位置在37 那下边大约65点到70点的一个空间 就是65点到75点的一个空间 获利目标位 我觉得可以第一获利目标位 可以看到波段的底端 那如果进入到波段底端的话 那这个位置的大约是在77左右的 就是底端的位置左右的 870到77 同学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就是每次下单结束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行情当中 会把你的入场点位 止盈价位和止损价位去标注在图表上 那我实际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你如果就是根据图表进行分析的话 你实际上就可以通过它进行一些V型的调整 把它调整在一个你认为合适的地方 上去 当然有些同学也会看到在这个图表当中 有code trading的BBS stop这些指标 这些指标 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隔4小时进行一次手动的移动 把这个止损的一步一步的去做出这些动作 把它移动到一个合理的位置上来 注意这个单是要破位做的 要破位做 那当然也有 不可以啊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在 在你没有止损之前 任何一个高点 其实都是一个入场的好点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 这个区域 那这一个区域 是一个交易的比较好的一个区域 逢高做空的一个交易区域 所以我觉得英镑走势并不特别乐观 我们来看一下 内参当中对于 今天英镑的走势的说明的状况 周二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 英镑大幅下跌 走到了1.2870到80 周数周线后出现一个反弹 英镑在非美货币中走的相对强 日线图收了一个十字星 周数低点是比较关键的支撑价位 然后在级别下注意止盈止损的一个控制 另外直盘和交叉板控制整体的仓位 我个人觉得随着英镑在从亚洲盘到欧洲盘的这一段时间走势来看 包括行情在运行的时候 这些急跌行情 我个人感觉它还是在上方有着非常多的这个卖压存在 有着非常多的卖压存在 所以在这个行情当中 很高做空英镑和破位空英镑还是一个主要的交易的思路 当然有些投资人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 担心在明天非农去公布的时候 形成一些市场的一些突变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些交叉盘去来空英镑 也可以去交叉盘当中空英镑 但是我觉得在最近一段时间上相对而言 因为美元走的比较单边 所以做直盘的货币 可能它的交易的效果会更加理想 美元的走势不太明朗的时候 那我们做交叉盘 如果美元走势比较明朗的时候 我觉得做直盘货币 可能对于交易来说 它的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觉得单纯的破位空英镑也是可以 再看一下美元对日币 美元对日币这个货币也是 最近走的也是在昨天前天的时候 也是真的也是很有趣 金三胖一发言 美元对日币大幅下跌 点次108.50之后的行情出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反弹行情 从108.50急速上涨 破位到110之上 现在110.50左右的位置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 日元周二的行情也比较亮眼 连续两天大幅的上涨 说明我们对108.50这个支撑位的还是判断比较准确 只是有一点 行情在反复的点次当中有些时候会穿刺出去 这也使得我们在交易当中容易会止损掉 来看一下现在的实际的走势 这是美元对日币 我换一个比较简约一些的图 美元对日币 我们现在任有两手多单的纸仓 两手多单的纸仓 我们之前的止损正好放在这个之下 将将没点到 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 行情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下一个峰值会出现在112 这个峰值在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 说过一次了 110.90这个位置将会成为我们这一波 每日行情当中最后一个加码点 就是如果你准备在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建仓 如果没有建仓的话 或者有低位的建仓的话 这个位置上会是一个 另一个交易的机会 当然这是中长线 把它切到 Z模板的四小时图 Z模板四小时图 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天当中 Z模板当中 已经形成了这些金叉的状况 已经形成底部最后一根大型的 阴线被反转的状况 所以在交易当中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这种走势的格局 行情运行到波段的末端 急促的从遥远地方去 刺探重要的支撑阻力位置 这个重要支撑阻力位置 在时间上一直说的 108.50的这个位置 108.50的位置 遥远的地方 从大约80点左右的位置 击穿 形成大型阴线 反转这根阴线的时候 就是交易入场的位置 所以美元兑日币 我觉得后市的走势 相对还是比较乐观的 后市的走势 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们来看一下 每日的日线图 美元兑日币的日线图 重新构筑 重新构筑它的底部 这个日线图还没有更新 我平常用我的台式机的时候 你会看到 日线图更新之后了 它应该是7月份8月份 而不是相见的2月份3月份 那108的这个位置 还是有效的去形成一个支撑 当然我们之前 做每日的多弹的时候 实际上是由连 放在了108.50的这个位置上 就将将被止损掉 也是蛮不巧的 这个行情 其实美元兑日币 如果不出现 金三胖发射导弹 这个事件的时候 美元兑日币 将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行情 非常非常漂亮的行情 只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 它在这里点刺了一下 这个低点的位置 形成了一些 由意外事件形成的 美元兑日币的避险行情 带来的一些 额外的一些走势的幅度 我们这是看到的美元兑日币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币 那澳币日线图上 搜出一个中型的阴线 再次来到一个非常 0.78对于澳币来说 可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上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0.78这个位置 今天点字之后呢 澳币在这里的形成一个 反弹行情 我觉得澳币后市的走势 不太确认了 澳币也是在所有这些直盘货币当中 走势可以说是 最为盘整的一个货币 我们看到欧元走势一走 一大波 从1.14 1.15 1.16 一直到1.2 那英镑也是大幅的运行 1.25到1.3等等的 大幅的运行 几百点行情 而澳币呢 相对走得比较单纯 相对比较走得这种 摆荡性更多一些 这是澳币 有可能在这个图形当中 就日线图结构里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一种顶部形态 有可能的顶部形态 至少我们看到高点开始变低 上涨的这波行情 这波涨势 运行的这波涨势 那在这里也出现了一些 急速的下坡 那这个图形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 高位出现的吞没状况 高位形成的吞没状况 所以我觉得它后市不乐观 这个走势的后市非常不乐观 非常非常不乐观 所以我们看一下澳币之后 会怎么走 纽币走的可能会更差一些 纽币的日线图 也是一个破位的 纽币在今天的时候 跌破到了7.2的整数关卡之下 运行到了7149 纽币开始了大幅的下跌行情 那这个走势也直接推动了 我们说的一个重要的货币 达到了它的临界点 澳币对纽币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1.1的这个临界点 那现在澳币对纽币报价是1.1029 越过了这个点20多点 所以这根K线相当重要 澳币对纽币的这个K线 在交易当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根K线 它到底是破位还是假突破 在随后的几天里边 这根K线将会成为我们交易当中的一个关键 一个指引行情的关键K线 我在这里做一张图 跟大家来看一下几个结构 去掉这些技术指标 去掉这些技术指标 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图形当中 这是澳币纽的周线图 那周线图当中 我们会在这里会看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位 就是我们在之前说过 我如果要是做澳币纽的空单 要找到极限位置 这个极限位置是在1.1之上 如果做澳币纽的多单 要在极限位置 这个极限位置是在1.3之下 1.03之下 那么所以澳币纽形成了一个 大约700点的运行空间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走出一个V型 V型的结构在这里运行 所需要做的我们在 大家还接一张图 一起来 把这个图 中文字形成了一张图形成了一张图 中文字幕——YK 下边这个位置是在 其实奥纽这个行情在做的时候 不是特别的容易做 经常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假突破 什么这样的行情 我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交易 好多同学做过这样的图形 那这个区间就是我们在交易当中 就是在应该是在本月月初 我们就准备要布局的一个行情 中间有些投资人想在 1.08的位置上去做这个顶部 我们就告诉他 这个1.08可能不是顶部 因为他有可能会出现上冲的行情 那在今天交易的时候 我觉得重要的一个要点在于 这个图形 破位还是假突破 关键K线 关键的一个KK 大多数情况下 关键K都是一些碎小的线形 但是在这个图形上 就是这种最后一根大型阳线的 这种图形上 它的关键K不是一个小线形 而是像今天一样的这个大型的线形 那假设在这个图形当中 开启了一个这种上涨的走势的话 就是如果它上破的话 那可能会要稍微等一下 然后再去布局这个多单 反倒是如果这个格局形成 反转向下的话 我觉得在最近一两天里面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反转 毕竟1.1的这个澳纽的价格 也是相当的有些过 所以这是我对澳纽的看法 密切关注最后的这根K线 看看它的走势的状况是什么 我觉得在有可能是在今明两天 因为明天的时候 美国公布飞农数据 会形成一些新的波动 那么另外在下周周二的时候 澳洲的储银 澳洲的储银也会公布 它的在新的一个月里边的议期决议 所以这两个数据在公布的时候 会直接影响到澳币 以及美元的走势 可能会带动行情去走出一些 一些行情 我随后客户的时候 我会会把这张图了发送给大家 这个单我就不去在这里和大家去布局这个单 在这个交易当中 去在这一两天当中 包括下周的周二 在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这三天的时候去关注这个货币 它到了极限位置 还有另一个货币就是欧元对 欧元对英镑 然后这0.92的这个位置也是到了关键的位置 需要大家去注意 看看欧棒 欧棒我们 欧棒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是止损过一单 欧棒止损过一单 但是这个行情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左侧交易过早入场止损之后 也并不需要担心 有可能会出现右侧的交易机会 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图形当中 就有些像是交易的机会 最高的高点出现在0.93 0.93 目前是0.9225 顶部的十字星 大型的阴线 阴线的内部 就这一两天的时候 可能会找出欧元对英镑的交易的入场的时机 我们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来 我觉得我在最近一两天的时候 还会去入场到欧棒的行情当中 来看一下交易系统展现出来的状况 Z模板当中我们会看到 欧元对英镑已经呈现出死差的状况 形成了反转 周书周线周成本线汇聚于此 按照交易系统上而言 几乎现在就是空的机会了 几乎现在就是空的机会了 负二区点次就做到 这是一个短单 但是我们在中间了 经常说最近这个行情有可能有短几场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把它扑持一下 有短几场 止损价我觉得在这里面设置大约80点的止损价到 就是把这个止损放在0.93的上方了 当然如果你做日内的交易可以会设置的更小一些 所以我觉得欧元对英镑这个图形已经完成了一个日内的反转结构 这个空单我觉得是可以去切到市场当中 明天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一单 我觉得欧邦这个行情 单纯就技术面上 它的位置已经足够的高 反转已经足够的确认 技术面上已经符合我们要 符合我们去扣发扳机的这一瞬间了 所以我觉得那既然行情来了我们就执行它了 所以欧邦入场 那有些同学他不太习惯做这种长线 我觉得欧邦的止损可以放得再小一些 放在大约35点到40点的止损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另外欧元对英镑它的获利是以英镑计价的 所以它的每波动一点的价值 要比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波动一点的价值要更大 这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它每波动一点是波动到10英镑 所以它如果止损100点的话 那一手交易就是1000英镑 换算成美元了就是一手交易对应的1290美元 1290美元 所以在交易的时候控制交易的手数和交易的仓位 也是特别重要的 相对来说我觉得最近几天的走势 还是又重新回归到了技术面上 比较单纯比较走势比较规律的这种状态当中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英镑 美元对加币 美加也形成了一个底部开始往上跑 美加已经多头确认了 技术面上反转已经确认 刚才一根大阳线入场这些都可以入场 所以美加也是走的比较确认的 再看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黄金 黄金目前价格走在1300之上 技术面上这是一个支撑的位置 技术面上指引黄金是往上做的 技术面上指引黄金是看多的 1300支撑位置上是逢低买入的 那在这个交易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虽然美元整体上而言 美元走得比较强 但是相对于黄金来说 它还没有进行一个转化 就是没有形成多空的转化 所以投资人在交易的时候 可以去做一个什么呢 可以做一个以日币计价的黄金 我们通常黄金在交易当中 是以美元计价的黄金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做 以日币计价的黄金 买黄金卖日币 当然具体的操作手法 我在这里就不去细细的展开了 我想很多同学应该 很多这些有交易经验的投资人 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去琢磨一下 那单纯的交易也可以在 按照交易系统去逢低买入黄金 位置也特别好把握 黄金1300的这个位置 也是比较清楚的一个点位 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去探讨一部分 今天的由入门到精通的这部分内容 支撑阻力 好 那在上节课我们说到说 如何绘制趋势线 趋势线是一个在交易当中 手法特别简单的一种 当然我说的简单不是说不好 注意在外汇交易当中 或者在任何行当当中 简单并不是代表它不好 反倒是说有些非常高深的理论 或者说人研究到一些 特别接近于到的这些层面上的话题的时候 你会发觉简单即是繁琐 也是蛮有意思 好像老子说道口道非常道 明耿明非常明也是一样 其实现在在交易当中 研究行情的这种手法和手段 算是非常古典的 那先来看一下趋势 How to draw forex trade lines 怎样绘制趋势线 Type of trading 有哪些趋势呢 有上涨趋势 高点越来越高的趋势 上涨趋势 下跌趋势 低点越来越低 高点也越来越低 低点也越来越低 那还有摆档趋势上下盘整的趋势 这是摆档趋势 趋势 经典理论当中 会把趋势分成大致以下三种趋势 我在交易的时候 有些投资人会听到说 Kamon老师经常说 趋势有两种 趋势有两种 一种叫做上涨 一种叫做下跌 那么摆档叫做什么 摆档可以把它分成上升当中的摆档 和下降当中的摆档 在我这儿的这个 应该把方的这个 极致交响音乐 背景音乐 我想如果大家听到的话 应该是些不错的歌曲 不错的乐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去绘制一个趋势线 找到两个高点 这也不难 找到两个高点或者两个低点 2tops or 2bottoms 这个有效的线 但是它可能会碰到三个 去更加的确认 那更多的更多的测试 它这条趋势线呢 会更加的有效 那我在这里呢 我们先说前三个 找到高点 找到低点来判断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也是我经常在讲 在说趋势线时候 会谈及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是美元对日币 也是 给大家看一下美元对日币 美元对日币选一个 每日的这个模板 找到它的日线图 找到遥远的过去 给大家看一个美元对日币当中 一个特别有趣的趋势线 那这个趋势线从 我们看到在上方 有一条压制位置 有一条压制的位置 下方呢 有一个支撑的位置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三角形收链整理 就是我们图中的 这个 这个蓝绿色的这个区间 那这个区间运行了 非常长的时间 它是从2013年11月 一直运行到2014年的 8月份破位 9个月的时间 这个行情就是在 一个狭小的区间里面 来回震荡 特别是最后2014年6月 到2014年的8月之间 很小的一段空间里面 就上下的整大 这也说明这些趋势线 经过的测试 次数越多 它的有效性就越强 不过也有一些理论 他会这样认为说 如果一个趋势线被反复的触碰 反复的去触碰的话 那么这个趋势线将会更加倾向于破位 中间这两种理论的一个切入点 或者说一个区分点在哪里 在于每一次触碰之后 都要有效的离开 有效的远离 才算是真正的一个有效的触碰 也就是说趋势线如何去说 每一次测试都会有效呢 就是行情上来要足够的远离 才能够构成下一次测试的一个前提 防止另一种状况 我把话再反过来说 就是有一种情况 就是趋势线在这里 它这几天呢 就在这个趋势线上面 那这时候趋势线实现是失效的一个趋势线 本身趋势线是有一个潜在的卖压 或者买压存在于那个地方 有一个潜在的买盘和卖盘存在那个地方 而如果价格反复去测试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种经济学像 经济学像叫做价格无限的去接近价值的一点 交易当中价格是不能够反映价值的 是价格趋向于价值 但是在某些时候 如果价格和价值反复 在一个地方反复出现同一个价格的话 我们说价格在这个时间点上就等于它的价值 而这种状况是一种不稳定的状况 最终会脱离 脱离的方向有可能证明了趋势线有效 有可能证明了趋势线会被破位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在中间我们也会看到在这里 我们标在当天出现了一根比较大的阴线 在这我们也标注了当天发生了什么 在2014年5月21号 这根阴线发生了什么呢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说 我们不会再次扩大量化宽松 那如果扩大量化宽松我们会发觉 每日会上涨因为日币贬值每日会上涨 不扩大量化宽松所以每日走出了一个下跌行情 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到基本面和技术面上会出现一些 遥相呼应的状况 美元对日币继续走高 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币再次的去刷新了今天的高点 目前的价格是在110.62的位置上 110.62 欧元对美元现在的位置也非常漂亮 1.18888888 这么一个吉祥数字 好比继续下行 澳币走的也是澳币也是澳币破位了 澳币破到了昨天日K线的低点之下 昨天日K线上澳币的最低的低点 昨日出现在也是几小时 0.78888的位置 现在的报价是0.78842的位置 破下去4点 外汇交易当中日K线向下破位5点到7点 甚至有些投资人说确认度比较高的时候 向下破位10点算是交易的破位的时候 那他已经距离破位一步之遥了 再往下跌三四点就证明他真的破位 前一个波段的低点是在0.78864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觉得澳币就看这几个位置了 澳币就单纯日线图式的结构而言 顶部走出这种 如果再有向下破位的话 如果再破位或者说你破位的程度 确认的高一些 0.78这个位置如果破下去之后 澳币的顶部形态会被完全的 暴露在这些交易者的火力之下 所以关注一下 不排除我们 因为澳币做空的成本相对较高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演示了 投资人也可以去尝试一些澳币的 澳币的这些 交易 我认为他走得不太乐观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澳币的图形 那如果绘制趋势线的时候 我们连接高点到低点 连接高点 高点 连接这些高点 有时候他会分秒不差的正好 正好正好 会有些差距 我觉得这都没关系 你在交易当中尽可能的去 连接这些顶部的位置 注意 外汇交易当中 他的支撑阻力 不是在他的开收盘价格上 而是在他出现的极限值上 所以如果连 趋势线的话 要连到他的顶部的位置上 要连到他的顶部位置上才是 这是我们看到的趋势线 再来看 我们经常进行日线图级别上的 交易分析的时候 会把这些K线的 这个行情去画出来 这些所画出的这些线型 其实都是使用了趋势线的方法 你看我们中间画了很多趋势线 包括这样的下跌的趋势线 这样的通道 通道是从趋势线来的 先有趋势线 先画趋势线 后才能够产生通道 这是一个交易当中的一个特点 另外 画趋势线的时候 大家也注意 Don't ever draw a trade line by force them to fit the market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画趋势线 不要去强制自己去画出一条 自己认知的这个趋势线 就有些投资人去画趋势线的时候 会看到中间有些峰值的点次 已经明显的越过了趋势线 他却不去把这个趋势 不去把这个数据的记录其中 这样就会使得这个趋势线会失效了 所以绘制趋势线还是要以交易为导向 而不是以美观为导向 或者说以一个其他任何的为导向 我忽然想到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当我们学习中文课程的时候 不知道现在的课程里面 有一篇文章叫做鲁信先生写的 叫做滕野先生 鲁信不是在那个先台去学医学吗 他呢就给这个人画这个人的血管的这个走向 他那个滕野先生就批评他说 说鲁信啊你画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血液走向 美观吗 确实是美观 但是对吗 不对的 人体的血液不是那样走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去告诫我们这些同学 当你们去绘制这些趋势线的时候 不是用来绘制一个美观的东西 而是要实用而要去产生出他的交易的效果 和交易的这种状态出来 所以绘制趋势线 当然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 画趋势线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的没有比就更简单 但是在交易当中插入一个技术指标 这个技术指标呢叫做税型 这个税型呢也是交易当中的一个固有指标 就是MT4平台的一个固有指标 比尔威廉姆斯指标里面的Fractors 没有听过这个指标的投资人去Google 摆渡一下去看看这个指标干什么 税型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 它经过无数次细分之后所展现出的样子 和它原有的展现出的样子是一样的 这很奇怪 也有点绕口 你自己去看看什么意思 就是去Google摆渡一下做些补充 怎么换呢 税型的高低点 最与这个行情离得最近的两个税型的高低点 连接起来就构成了这段行情的一个趋势线 注意上涨行情的趋势线要画在它的下部 下降行情当中的趋势线要画在它的上部 好那就就我们最后这一段 就最后这一段 如果我们画趋势线该怎么画呢 要画一个从下往上的趋势线要这样画 这根线是这段行情的趋势线 是这段行情的趋势线 当然有些同学还说不太了解不太理解 没关系不理解 先按照我说的这样去做 大约就是这样 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指标会帮助大家去自动的画出趋势线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Z模板当中 在四小时里边会自动的画出 位置图线出来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就这个绿线趋势线 位置下来 会自动的绘制它的趋势线 就像面对加币 会绘制它的趋势线 那同时把这个破位点标注在行情 标注在这里 那这个指标叫做 Cultrading的Trade Line Breakout的指标 这是在我们的强化二级当中和大家讨论的一个技术指标 也是实用性很强的一个技术指标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留一段时间提问题 今天我是在北京的 所以北京同学全部没问题了 苏先生听不到 苏先生请您重新试一下 应该可以了 是不是 上海的同学说 浙江同学说 杭州OK 苏州OK 成都OK 应该今天有摄像头 那开的摄像头 张运辉说有点卡 苏先生说 现在已经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同学 有同学问黄金可以布局它的多单了吗 好 我刚才说过 黄金在交易的时候 现在技术面上的多单 就单纯的技术面这个位置确实不错 1300的位置去布局黄金的多单是可以的 可但是我们知道 最近又有一些基本面上的因素 是你不太能够确定的 比如说黄金是否会受到 这个朝日关系的影响 会产生一些波动呢 就是说在发射导弹的时候 黄金大幅上涨 在美国出现一些妥协水性政策的时候 黄金又大幅下跌 这些是你难以预料的 还有就是明天美国有非农数据 所以如果技术面分析为主 就是在这方面上技术面的能力比较 技术面交易的能力比较强的这些同学 我觉得黄金在今天的时候可以去做多 那也可以采取刚才我说的 每日加黄金的这个结构 多黄金多每日的结构 来去布局的交易 有同学问到 澳纽的话 它的交易是什么状况 我来给大家交一下 如何在这个你自己的平台上去看这个交易 在这里点击鼠标的右键 点击规格 那在规格里边呢 在这里就会看到 看到它的这个买卖的价差 当你进行买单的时候 会支付0.36的利息 当去做空的时候 就做空澳币对扭币的时候 会有0.7的一个持仓利息 那这个0.7的是0.07 所以高粱你应该看到 是0.07 就是这里的0.7实际上是代表的0.07 有同学问到 陈法问到说 为什么英镑会下跌 但是还要做空英镑呢 在交易当中 各个货币的走势状况 和它的分析呢 是不太一样 英镑的这个空单 是运行在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空单 而欧元的空单 是刚刚开始的空单 就是如果欧元开始空 如果欧元开始走 它是 这是周四 就是今天 昨天这个大英线 周二的时候 走个成影线向上 所以欧元是刚刚开始空 刚刚测试了极高位置 1.2 1.21的这个位置 测试的极高位置 开始往下走 而英镑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 开始往下走 所以两种货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就之前的一段时间上 英镑下跌的比较快 所以使得欧元对英镑 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0.92到0.93这个极限位置 那假设这两种货币的运行的速度 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是英镑还是往下空 但是英镑空的速度 没有欧元空的速度开始快的时候 因为欧元刚刚开始 它有可能会急跌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出 我们既可以做空英镑 这是行情运行中 这是波段运行中的一个做空 同时也可以做空欧元对英镑 这是行情刚刚开始 属于试单阶段的运行 所以这两个行情 它的交易的时间的 所以这两个交易 它在时间极致上 以及他们在交易的事物上 以及他们在各自运行的那个波段上 是有不同的 所以在交易当中还是可以 齐齐同学问到 多美日多黄金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齐齐同学这个结构 不太容易理解 就是你先这样去操作一下 因为你做交易 我觉得这段时间也不错 相对来说 仓位什么控制住的时候 你先试一试 去找一些感觉 先在自己累积一些 有关于这个交易的 实际运行的感觉之后 我再去谈 因为我一谈 结论就出来了 你会不太印象深刻 就找不到那种感觉 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群当中 放家周线图像出墨 吞墨 甚至上大卫问到 薛先生问到 放家出墨的吞墨形态 来看一下 听报对加币的走势状况 的确是这样的 就是放家在目前的时候 上破到这个周线图的高 其实放家的这个涨势 主要是加币构成 加币开始走空了 然后构成了这个走势 原油价格现在空的一塌糊涂 原油从高位的48开始往下走 现在到46 原油价格走得非常凶 使得加币走得弱 所以放家的这个上涨行情 其实就是你做放家也可以 这个货币对你做其实也可以 但是中间又会碰到一个问题 投资人就会问到说 凯文老师刚才你说英镑空 为什么放家可以多 因为放家当中显示力量 或者说带动这个行情运行的不是棒 而是加币 而是原油 所以我觉得放家也还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落脚点 更好的落脚点应该是美加是更好的落脚点 美加是更好落脚点 也同样完成了底部的反转 还完成了一个双底的一个测试 所以我觉得美加要比棒加要好 棒因为本身是个下跌的 这个货币 棒本身是个下跌 而美元呢 美元是个本身强的货币 所以如果就买强空落这个话题来讲的话 我更加倾向于做直盘的美加 所以在最近的时候 我会做美加比放家要更好一些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是我对放家的看法 三镇的张同学问到 每加回调可以做多吗 1.25附近 我觉得他能够回来我就做多 当然了 只是现在你不太容易他不太容易做到这个点了 因为他日线图上今天已经脱离了跑出去了 回到1.25当然可以 但他跑走 看一看行情了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找到这个交易的这个节点 看看他能不能能不能给你这个价格 你注意你你现在想的如果行情真的出现了这个价格了 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你要去执行 要去执行这个教育 今天凌晨就在杭州转的飞起 然后一查杭州那班飞机到北京的飞机 正点率少于50%通常会延误两到三个小时 所以昨天真正到达北京时间本来预计是12点 结果到了北京的时候都已经三点钟 飞机晚点的很长时间 我那个航班还是不太正常 不是特别准点 陈法同学你问到一个问题 说陈法同学问到说有些止损 他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止损了 但是还没止损 他说是不是说明你水平比较高 其实就是有些投资人他设置的止损 设置好止损之后 每次就将将点到又走 将将点到又走 实际上这一类的这些选手 这一类的交易者 实际上交易功率往往不是很低的 第一他设止损 第二他的止损刚刚点到 说明他设置的那个位置就是支撑阻力费 那更进一步就是说 我刚刚点不到我的止损 行情又上去了 那种就是在交易当中最好的一种状态 当然进入到这个交易状态 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练和存放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就带领大家讲到这里 明天开尔老师会在远见的录制 十节课的课程 大概一节十分钟了 十节课的课程 明天晚间七点到八点半 一个半小时时间会在远见现场去谈论 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 我们同学可以现场观看 上一期连线的时候 四万多的这个点击量 四万多的点击量 快成网红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明天再见